萨姆松听奥还有一个好消息传出 台湾龙人陈康成功连任了国际听障体育运动总会的副主席 可以继续为台湾运动外交而努力 不只是听障运动竞技场上 在世界听障选美比赛中 台湾也有杰出的表现 2017年捷克世界听障选美比赛结果出炉了 代表台湾的林佑晨 她荣获了听障亚洲先生 而她也是继在两年前林靖兰拿下听障亚洲小姐之后 再度得奖的台湾龙人 获选2017年世界听障选美亚洲先生 今年22岁先天听障重度的林佑晨 自己也很意外 当时我们选手排成一排 主持人宣布2017世界听障选美亚洲先生 是12号 我不断看自己的号码牌 想真的是我吗 后来把布条挂在我脖子上 再颁给我奖杯 感到很兴奋 而这也是继林靖兰荣获2015年 世界听障选美亚洲小姐之后 台湾再度得奖 每年在捷克举行的世界听障选美 比赛项目有 世界 欧洲以及亚洲听障先生小姐 今年迈入第七届 一共有24个国家参赛 刚从大学毕业的林佑晨 曾参加台湾2016听障模特儿 才艺选美大赛 以稳健的台风和开朗的笑容 夺下第二名 代表台湾出赛 一局夺下亚洲先生 我飞到捷克和不同国家的朋友 进行文化交流 收获很多 感到很开心 希望以后飞回台湾 可以帮助听障朋友 并鼓励他们来这里比赛 尼佑晨说 这次出国比赛让他大开眼界 希望透过他的例子 可以鼓励更多的听障朋友 勇于表现自我 努力追求梦想 记者牛轩文 吴家宝台北报导 拍摄